阻挡置領警箱 移民通勤勤修行事 内政部长牛昌一一表扬23位模范公务人员 还细数他们的得奖事迹 从去年初接掌有天下第一大部支撑的内政部后 牛昌快马加鞭推动各项政策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推出了住宅政策三件等多元住宅措施 完成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立法 提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草案 争取锦销福利 强化国安及灾害防救网等重大工作 尤其去年9月更完成历时20多年的内政部组织改造 牛昌透露把复杂问题简化 对症下药处理的做法是最大关键 唯有我们用更积极的一个态度 另外深入问题 掌握问题 把复杂的问题尽量的能够简化 然后把它能够分开对症下药的处理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很困难的问题找到适当的一个情况 当然如果今天是简单的事情 留不到我们来处理 所以留待我们来应变处理的一定是越来越困难 而且越来越难解决 因为它是成年的累计 牛昌也借此感谢内政部所有同仁的鼎力协助 并希望大家继续秉持两大工作态度 协助即将上任的刘世芳部长做好内政部的工作 为国人建构更为美好的家园 内政部是一个大团队 是一个大家庭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彼此资源 彼此协助 部长在最近这一年多商人的期间里面 我非常高兴或者是觉得非常荣幸的是 我们整个部会的工作的文化跟气氛 其实有了许多的改变 我希望未来内政部在新的刘部长领导之下 我们一样能够这样子 也就是跨机关单位的一个协作 第二个 我们不要想的自己而已 也不要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从我们机关的角度触发而已 有时候一滴而出 一滴而响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也许我们会更容易找到答案 而且创造出一个和谐合作的工作环境跟气氛 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 能够难倒我们内政部这么优秀的所有的同仁 也一定能够迎刃而解 然后为整个部的工作 让他更加的顺利 也能够去回应人民 还有院长以及总统 对我们内政部的一个期待 内政部 在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导 在你面试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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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